马群耀来看PP的演出了 家人们别关我了 事情是这样的 PP受邀在2022年9月17日 参加了一个前辈的演唱会 17日这天 PP也获得了抖音 Mirror Song of the Year奖项 同时这天也是BK妈妈的生日 但都因为演唱会缘故无法出席 然后18号演唱会 BK就出现在后台 PP的经纪人应配文鼓励 妈妈还有什么安心 我看谁还不懂 你转发配文来自谁吗 扑死我了 但是不要太明显了 正当我以为 马群耀只是简单的去后台探班 然后给PP鼓励 因为毕竟是PP第一次 独自一人参加别人演出嘛 正当我以为 只是简单的送个探班礼物 太妃也看出BK送的是马卡龙 时间原因 大家就看个文字版的 BKPP与马卡龙的故事吧 然后BK就坐在观众席了 我真的以为只是探班 没想到更浪漫的还在后面 当我刚刚听到这个舞台 我会知道自己的舞台 在这个舞台中 我会让自己的舞台中 发表自己的舞台中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 它也认为 没有这个舞台中 有一个舞台中 而是有一个舞台中 但是她会变成了 女生的舞台中 不认为 一位舞台中 舞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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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请各位姐妹告诉我 这是什么颜色的玫瑰花